我们年轻自由观的学生 我们的故事 保护骨鸡 祖师庙大作战 主人有刘根纯、林芷玲 这张是90秒的照片 他的所在地位于西北市三峡区 他的建造年份是1767年始建 保护状况他非常的良好 他主要祭拜金水祖师 我们的感受是一直看到骨鸡被破坏 感到很伤心 希望有办法去保护他 想象 我们想要想办法去保护这个骨鸡 不让它受到破坏 实践 你们有实地去骨师马 去访问当地的民众 他们的想法 分享 和大家分享去 如何去保护这个骨鸡 这个是骨 各县市骨鸡的介绍 我们发 从当图来看 我们发现了 台北县市是骨鸡数量最多的 而台南县市呢 是一级骨鸡最多的 骨鸡几乎都分布在台湾的西部 东部其实是很少的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算讨 怎么保护西部地区的骨鸡 总共有15个 我们都知道 西部的骨鸡比东部的还要多 我们应该更努力地去保护西部的骨鸡 但没想到 从这张指导方面来 我们发现 西部的骨鸡 后外离东部 还要更加严重 我们是不是应该发行长 回给我们的信 其中它包含了 告诉我们去如何处理 这个骨鸡不行被破坏 无法保存的这个案件 依据文资法 限规定 骨鸡经由主管机关指令公告后 应该由所有人 使用人 管理员负责办理 修复 只会在执行 骨鸡如果遭受破坏 依文资法第94条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是并罚新台币二十万元以上至一百万元以下罚金 三 骨鸡之为库与保存 需要两万国人共同的努力 这就是文化部长 合训给我们的词 继续裁判的 综合过程只有班的学生 因为我们要完成DFG的作业 所以在想要想问 好 请问主持庙是很实践的 主持庙是1769年线的乾隆 34年 姓乾隆 请问主持庙的游来是谁 主持庙的游来 主持庙的这个周边的三峡英德树里 松庄土城这些地区的鲜民 都是清朝的时候 从福建全州安息县而来 所以主持庙来的时候 带来家乡的寄养 谢谢大家 这就是我们DFG的报告